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近六亿 六亿栋房屋建筑 注意 可不是六一套房子 是六亿栋楼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平均每两个中国人可以住一栋楼 俩人住一栋楼 什么概念 你想想 咱就算每栋楼只有三层高 每层只有两户 那每栋楼可以住十二户 对吧 按照这个来计算 六亿栋楼可以住72亿户 72亿户啊 这个72亿是吧 这就是说全世界的人都来中国啊 可以实现每个人拥有一户房子 每人可以住一户 多厉害啊 我天 所以你看这个数字也太吓人了 是吧 以至于我都不相信啊 我有点怀疑 我说要不是中共在吹牛 要不就是中共在吹牛 这难以置信啊 如果这个数字是真实的 那麻烦可就大了 第一 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的粮食那么依赖进口了 你是农田都被拿去盖楼了呀 六亿栋啊 得占多少地儿是吧 第二 这房地产这泡沫 那都不是泡沫 那就是个大气泡 大泡沫 砰 一炸就破了 是吧 这一破裂 随时把中共的经济命脉炸的粉碎 第三 那中国房地产这个供需关系 已经畸形到了无法想象的地步了吧 是吧 全中国最多十来亿人吧 是吧 你建六亿栋房子啊 你这卖给谁啊 你谁啊 是吧 可见中共无视市场规律到了何种匪夷所思的地步了 第四 暴露出了中共国住房市场可怕的空置率 空置率 多少房子是空的啊 这不可能住那么多人 是吧 难怪我们经常看到这个中国很多地方的网友啊 拍到那个视频 说哪哪哪哪是鬼城一般 是吧 大白天 街上一个人都没有 除了看见一栋栋密集的高耸入云的这些住宅楼之外 看不到一个人 宛若鬼城一般 是吧 六亿栋 你的确只能看见楼 看不见人 是吧 第五 现在中共当局没钱了 开始拼命地忽悠老百姓买房子 那你想你这个六亿栋这数字一公布 谁还去买房子呀 谁去买房子 至少再也没有人愿意以那么高的价格去买房子了 对吧 六亿栋楼呢 两个人一栋 是吧 我凭什么买这么贵的房子 我等等吧 是吧 所以啊 我就不是很理解啊 这个中共当局公布这个数字的用意到底想干什么 难道是良心发现了吗 说到这想起昨天看到一个非常奇葩的消息 大家来看看啊 这个中共为了多卖房子都穷凶极恶到什么地步了 在河北熊安新区华旺城的贷款方案当中 以未婚男女朋友为对象 双方作为共同还款人 标榜共同还款减少风险 引发网友的一片骂声 你看 让还没结婚的情侣联合贷款来买房 你用后脚跟都想得到 将来分手怎么办 房子是谁的 你不是找难受吗 谁干这事 没人看的 对吧 像中国这个 你今天中国社会这个道德水准 男女关系那么乱 能牢靠吗 结了婚分分钟都离婚呢 情侣还没结婚呢 你这不可能 谁干这事 你想想 最后请大家告诉大陆的亲友 千万别 现在千万别急着买房子 等等 等中共垮台了 中国大陆各行业走上正轨 房地产行业也会回到正常的市场规律的轨道上来吗 在那之后大家想想 六亿栋楼啊 那这大白菜价就能买到手 我告诉你 所以请大家稍安勿躁 等到时候捡便宜啊 OK好 今天在这个俄乌战争一周年之际有个重磅消息 北约发表强硬声明 俄罗斯对乌克兰的野蛮侵略战争 是对欧洲大西洋安全几十年来最严重的威胁 北约坚定不移的支持乌克兰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 这个措辞相当强硬啊 声明中还表示说 俄罗斯的战争罪行和其他暴行不可能不受惩罚 所有责任人都必须对虐待和侵犯人权的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行为负责 这句话我指的就是普京 特别是针对乌克兰平民的行为 俄罗斯必须立即停止这场战争 从乌克兰撤出其所有军事力量 声明最后说俄罗斯试图击垮勇敢的乌克兰人的努力正在失败 一年来乌克兰人正在为自由和独立而英勇战斗 我们与他们站在一起 整个声明这个措辞相当强硬 态度非常的鲜明啊 你几乎可以听见这个号角已经吹响了 剑已经指向了普京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俄罗斯败向境险 败向境险 中国人讲什么天时地利人和 打仗要师出有名吗 对吧 俄罗斯现在啊 什么都没有 天时地利人和什么 师出无名 什么都没有 哪头都不沾 昨天的联合国大会议141票赞成通过决议 要求俄罗斯立刻撤出乌克兰 你看141票 中共都没敢投反对票 也只是投了个弃权票 你说普京现在还能指望谁 指望中共 从今年1月份起 俄乌战争就开始走入到一个拐点了 非常明显的标志就是北约 美国还有北约西方盟国援助乌克兰的武器 大幅度全面的升级了 虽然依然是以地面武器为主体 但这次援助的武器 无论是打击力度 先进程度 还是杀伤力的程度 都跟去年有了质的变化 包括德国最先进的鲍尔坦克 还有美国最新式的M2布拉德利装甲战车 以及各种先进的地对空的导弹 射成超远的榴弹炮 火力超强的无人机等等 这次提供的地面主战装备的升级 几乎已经没有上线了 几乎没有上线了 最先进的都给乌克兰 那俄罗斯能打 俄罗斯怎么打 还不要说高达数百亿美元的经济援助 说明什么 说明美国和西方盟国已经失去了耐心 他们希望乌克兰军队用这些先进的武器 尽快的把俄罗斯打趴下 结束这场无厘头般的闹剧 而且是战争灾难 同时也将彻底终结普京的统治 而且对中共也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所谓是可谓是一石三鸟对吧 此前西方一直耐心的在给普京时间 希望他能够见好就收 至少还能够留足面子 你还能够全身而退 大家不至于彻底撕破脸 弄得太难看 其实真的是给普京留足了时间和面子 但是普京不但没有退 还有点歇斯底里现在 在这种情况下 北约国家就彻底丧失了耐心 决定使劲帮普京一把 让他尽快的完蛋 今天就是这个俄乌战争一周年 发表了这么强硬的声明 非常说明问题了已经 号角已经吹响了 目前俄军正在调动最后的力量 陈兵霸上 乌克兰方面的乌军的主力 也在大规模的集结 双方都在开始 现在为即将到来的 将最后决出胜负的春季攻势 紧张的做着准备 这场大决战 双方的士气那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 乌克兰方面是同仇敌忾 众志成城 兵精良族 跃跃欲试 手里都是先进武器 兵精良族 在反观俄罗斯那边 你想想 去年二月份 俄罗斯数十万大军 悍然入侵乌克兰的时候 那时候俄军士气正旺 弹药充足 又是突然袭击 在那种情况下你都没有把乌克兰打趴下 经过了这一年之后 俄罗斯那真的是强弩之末 回光返照了 那你怎么可能还打得过 对吧 这士气完全不可同人而语 大家看到这个新闻画面里面 俄军运到前线的武器弹药 很多都已经是二战的时候留下来的老古董 都打成这样了 俄罗斯据说军饷都发不出来了 你说这士气能好得了 这就这样的两支军队一旦交手 这胜负不是太明显了吗 对吧 俄军的败亡已经是眼前的事了 普京看不到吗 我觉得到今天普京 他还看不到 那眼睛有问题了 普京啊 这个俄罗斯一旦彻底的失败啊 北约今天这个声明不是说的很清楚了吗 不可能不受到惩罚 不可能不受到惩罚 谁要受到惩罚 那普京绝对就是战犯级的待遇啊 对吧 可是你想像普京这样骄傲的人 他能接受审判吗 他不可能有任何有损自尊的行为 发生在他身上的 不可能的 那么历史上这样的强人政权 太多先例了 是吧 一旦这个败亡啊 这种强人的下场 那就是死路一条 绝对死路一条 唯一的区别就是 他是被别人给弄死 还是自个儿把自个儿给弄死 这么点区别 所以普京 大家已经可以看到他的这个穷途末路了 普京现在唯一的职望就是习近平了 中共啊 是吧 这个为了对抗美国和西方 中共啊 也是一定会暗中百分之百 会这个这个支持普京啊 大家也都知道这一点 但是无济于事 无济于事 对俄乌战争的走向 不会有丝毫的影响 你想一个呢 是因为中共绝对不敢明打明的 给俄罗斯提供这个数量过于巨大的 真正的这个高尖端的武器设备 中共也没有 是吧 他也不敢 是吧 而且中共的军事实力 嘿呀 确实也不用太高估 实力非常有限 即使他们想给俄罗斯提供点厉害的东西 厉害的家伙 他也没有啊 他也不敢 对吧 而且 第二 就是中共目前的这个经济实力 军事实力 跟方方面面的这个各方面吧 确实也是不行了 中共自己也捉襟见肘 力有不逮啊 所以习近平确实也是非常想帮普京 打赢是不太可能了 但是他想帮普京能够有点面子的全身而退 但他做不到 但即使在这样一个所有人都看得清楚的 这样一个明星向背的局势之下 中共依然是狗改不了吃屎 现在不是有消息说吗 说这个习近平打算在两会之后 四月份到访莫斯科和普京会面 我觉得很可能他都等不到那时候 这三月份一场大战之后 是所谓的这个春季 春季痛打俄罗斯之后 俄军败得非常难看 导致俄罗斯政坛可能会发生巨变 当那时候习近平啊 还去不去得了 还能不能去得了 莫斯科还真的是不好说 现在 而且俄罗斯败亡之后 国际社会对中共暗中支持 俄罗斯绝对不会坐视不理的 这对中共各类军工企业 甚至是有点关系的吧 这些企业更是会有更新一轮的 更加强硬的制裁 会大规模的到来 你看德国媒体啊 昨天已经捅出来了 说一家名为西安冰果的科技公司 别被这个名字骗了啊 这个西安冰果可不是卖冰棍的啊 是卖军火的 据德国的明镜周刊报道 俄罗斯军方正在与西安冰果智能航空科技公司勾兑 双方正在勾兑 请他们帮助生产自杀式无人机 而中方已经同意在4月前供应俄罗斯 这个100架型号为TZ180的无人机 并将帮助在俄罗斯建厂 让他们可以批量生产这种无人机 消息一出各方哗然呢 一支亲共的德国总理肖尔茨也坐不住了 他昨天在这个电视讲话中表示 他已经向中方表明 德国无法接受提供武器给俄罗斯 肖尔茨说呢 我们不应该再对中共抱有幻想 你看 这么亲共的人都已经不对中共抱幻想了 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在接受美国大西洋月刊的专访时候 做出了姿态强硬的表态 when Russia's objectives and Putin's objectives became crystal clear it was never about NATO enlargement it was never about some threat to Russia's security it was all about Putin's vision that Ukraine should not be an independent country and should be absorbed back into Russia if there were a crisis in Taiwan as a result of China's aggression in some fashion that would have I think disastrous consequences for the world economy and for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and that's the message too that Beijing is hearing increasingly President Biden was on a video conference with President Xi and said to him very directly very clearly that any material Russian military any material excuse me Chinese military support for Russia in this conflict or for that matter the systematic invasion of sanctions would be a serious problem fo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你看 感觉就是呢 大家反正都已经撕破脸了 大家都不绷着了 不装了 咱们就来吧 反正春天也即将到了 咱们就看着吧 下面咱们稍微放松一下 看一段有趣的视频 这是在英国的伦敦 俄罗斯住伦敦大使馆前面的马路 昨天被人涂成了乌克兰国旗的颜色 来 放松一下 伦敦大使馆前面的马路 今天最后一个话题 是据BBC报道 中共促国企停用四大会计师社务所 或与国际投资脱钩 报道中说 据彭博社引述多名知情人士的消息说 中共财政部等政府机构 近期向大部分的中共的国企发出指令 敦促他们在与德勤安永 毕马威和普华永道的合约到期之后 不要再续签了 众所周知 刚才说的这四家会计师事务所 被称为四大 是当今世界最先进最权威 也是最具影响力的会计师事务所 几乎数得着的那些大型的跨国企业 或者各国家从事跨国贸易的 金融银行等业务的这些大公司 基本上都会聘请这四大 来打理相关的审计业务 尤其是受到美国金融监管的这些企业 更是需要这四大的服务 但是中共现在却要求它的国企脱离这四大 说明什么 中共给出的理由 是说要确保中国企业的数据安全 这个理由根本站不住脚 你听说过这些跨国大公司抱怨 说这四大会计师事务所有数据不安全 什么泄密这些事吗 是吧 没有过吧 扯淡吧 这件事一方面说明中共确实有很多见不得人的秘密 不希望被别人看到 这是肯定的 而且中共也确实不希望所有的事都受到美国相关机构的监管 觉得的束手束脚被管得很烦 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共确实打算逐步开始闭关锁国 他可能想我在亚洲当个土皇帝得了 你别这么多监管 你所谓的你要开放吗 你不闭关锁国你就得跟别人打交道 就得很多事情被别人看到 他就很烦 一个大型企业一旦脱离了四大 而转向聘请一些知名度比较低的 甚至是本土的这些审计机构 那你想信用就信用度是不够的 所以一个最直接的后果 就是将会失去大型的国际资本的青睐 人家就不会来投资你了 对吧 而且在美国华尔街上市的那些中国企业 一旦失去了美国相关机构的监管 他们将面临被美国证券交易所摘牌的风险 不要在纽交所上市了 给kick out 从去年9月份开始 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 简称叫PCAOB 对在美国上市的中概股企业展开全面的审查 正式掀起了针对中共企业的金融监管大战 也是差不多去年那时候大家知道 中共的一大批巨头企业宣布从纽交所退市 对吧 转到了香港上市 而这股风潮还将继续 而且很可能将来所有在美国上市的中国的企业 中共国的企业都将退出 近日这个PCAOB的主席威廉姆斯发表最新的声明 强硬表示 美方将继续要求对所有在中国注册公司的审计底稿 进行充分检查和调查 并强调不存在例外情况或者是漏洞 同时警告 如果中共当局阻挠他们完全进入的话 这么该委员会将立即采取行动 就在这样的情况下 中共发出了要求国企不要再用这四大的指令 这几乎可以肯定 中共已经是铁了心 要和国际资本脱钩了 这不但意味着中共将进一步闭关锁国 同时也意味着华尔街过去几年 通过在中国市场的运作 赚得金山银山的好日子 也将一去不复返 好 明天就是周末了 祝各位朋友们周末愉快 最新一集的会员节目 大花协油已经上线了 没去过罗马的朋友 或者正计划打算去罗马旅行的朋友 我非常建议您看一看这一集 这一集的主角是巴洛克雕塑建筑第一人 诺伦佐贝尔尼尼 对于贝尔尼尼的重出江湖呢 教宗英诺森实事 还是乐见其成的 英诺森本人和贝尔尼尼 并没有什么过节 而且他也希望在自己担任教宗期间 能够为罗马留下几件流芳百世的东西 所以他很需要一个像贝尔尼尼这样的天才 来实现自己的愿望 于是教宗赵令 快马加鞭送到了贝尔尼尼的府上 英诺森实事 除了希望贝尔尼尼继续担任完善圣彼得大教堂的 首席建筑师一职之外 还提出了希望他为罗马城设计一些精彩的公共建筑 比如说喷泉 今天凡是去过罗马的朋友 一定对罗马城中随处可见的喷泉印象深刻 喷泉这个东西始于古罗马时代 古罗马人修建了大量的管道 把清澈的山泉从千里之外引入城市 不但提供人们的生活起居 还提供给新罗旗部的那些公共浴室 就是公共澡堂 罗马人喜欢泡澡 在历史上是文明侠尔的 所以公共浴室是古罗马人非常重要的公共设施之一 后世学者有一个说法 他们认为强大的古罗马帝国 后来之所以会迅速的衰落 就是跟他们喜欢泡澡有关系 因为罗马男子太长时间浸泡在热水里面 使得精子的质量下降 直接导致生育率锐减 人口迅速老化 而不断对外发动战争的罗马帝国 因为青壮年人口的减少 就不得不大量的补充一族男子进入军队 其中最主要就是热尔曼人 这是后来热尔曼人渐渐作大 并最终吞噬了罗马帝国的一个噪音 总之你今天漫步在罗马街头 随处可见的喷泉确实是赏心悦目 而在这些漂亮的喷泉中 一定有几座 就是贝尔尼尼的杰作 尤其是位于纳沃纳广场上的这座四合喷泉 是其中非常出名的一座 罗马在16世纪初夜 曾发生过一场非常惨烈的叫罗马浩劫 当时的查理武士派兵杀入罗马 一顿喜劫 烧杀掠夺 当时文艺复兴时期 留下大量的建筑 雕塑 几乎被破坏殆尽 到了一百多年后的贝尔尼尼生活的17世纪的中叶 天主教教会花了很大的金钱和力气希望重振教会的升威 重塑信众们的信念 其中一个举措就是大举兴建罗马的那些建筑 还有雕塑各种艺术 这样一来就给了贝尔尼尼大战拳脚的机会 所以当时就有人把罗马称为贝尔尼尼的罗马 可见贝尔尼尼对罗马的意义 那么这一期我要讲一讲他和罗马的那些精彩的故事 好 这个周末干净世界会员网 我们和您有约 最后再次感谢您的收看 订阅和分享 新闻最差点 咱们下周见